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12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万维读报》 我是Cherry 过去几年来 习近平当局对民营企业进行打压 不仅损害了民营企业的竞争力 更危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创业前景 在疫情冲击后 中国经济前景愈发不确定 中共政府又开始对民企踪绑 安徽省近日通报 去年对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负责人 依法部批捕306人 不起诉1381人 有观点认为 中共招令西改 从前几年对民营企业的打压 到现在对民企的法外开恩 中共将失去民众和民企的信任 加速资本外逃 据中共媒体4月12日报道 安徽合肥4月7日举行了 由安徽省工商联 省高级法院 省检察院 省公安厅 省司法厅和省法学会 共同主办的2023安徽民营经济法制化建设峰会 会上通报对涉嫌垄断经营 非法经营 强揽工程 七行罢事 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 去年以来共批捕156人 起诉716人 而对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负责人 依法不批捕达306人 不起诉1381人 监督变更民企工作人员 强制措施104人 安徽检察院表示 这是严格落实 少补肾诉肾压刑事司法政策 对民营企业负责人 涉嫌经营类犯罪 依法能不补的不补 能不诉的不诉 能不判实行的 就提出适当缓行的量刑建议 从而最大限度的保障 民企正常生产经营 这一报道迅速引发网民质疑 有人表示 有罪也可以不抓吗 这是在开天眼吗 不知道法律的意义是什么 依法治国 法律是用来保护有钱人和企业家的 有罪可以不补不诉 那么无罪也可以补可以诉吗 明眼的企业家是明白其中风险的 法律应该公正和公平 政府应该清廉 才能对未来有确定的预期 从而使经济繁荣 还有人表示养肥再宰 上个月25日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 其中以经济发展为由 而对民企犯罪的法外开恩条款 也引发普遍争议 该措施指出 要对涉民营企业案件 要少补顺素肾压 对民企犯罪嫌疑人 能不补的不补 能不诉的不诉 能不判实行的不判实行 能不继续积压的 即使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对比于前两年中共对民企的严厉打压 如今的政策可谓是180度掉头 自2020年开始 中共对民企巨头 祭出各种处罚性措施 包括以反垄断为民 重罚阿里集团 腾讯和美团 以资料牵涉到国家安全为民 将滴滴出行 从应用商店中下架 以线上教育机构 获取暴力为民 强迫整个行业转型为 非引力组织 将线上游戏 描绘为精神鸦片等等 更有甚者 仅仅因为马云的言论 触怒了中共高层 就叫停了 蚂蚁金服上市 这一系列打压民营的操作 以及中共因疫情 所实施的严苛风控 和西方国家对中共的围堵 重创中国经济 中小企业频频倒闭 大型企业裁员 城头债爆雷 地方财政危机 连基层维稳主力附近 也大量裁员 经济的衰退严重 动摇到了中共执政基础的稳定性 为提振经济 在去年底召开的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前几年被重点打压的 房地产 网络平台 民办教育等行业 又重新成了 中共大力扶持的对象 有观点认为 习近平政府招令西改 治大国如番烧饼 法律行通虚设 将失去民众和民企的信任 只会加速资本的逃离 可以预见 中共的经济将继续沉沦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表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挫败 和西方国家的团结 降低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武力攻打台湾的信心 使得北京武力犯台 并非必然的事情 但他同时提到 中共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 并非两国声称的那样 没有上线 据美国之音报道 伯恩斯4月11日 在位于德克萨斯州 休斯敦的莱斯大学 出席演讲活动时说 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受挫 让习近平对入侵台湾的成功前景 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据报道 伯恩斯说 目前我们的评估是 习近平和中共军方领导层 对于是否能够以可接受的代价 成功入侵台湾存在怀疑 伯恩斯还指出 至少目前为止 习近平对于西方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团结程度 感到震惊 西方愿意为了更大的利益 而接受短期经济成本 坚持国际准则 其大国不能因为觉得自己可以就去吞并小国 这是伯恩斯又一次阐述美国情报界 对中共高层攻台决心的评估 他在今年2月 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正论节目 面对全国专访时也曾透露 中共对于自己攻打台湾的能力出现了疑虑 不过伯恩斯在11日的发言中强调 不能低估习近平控制台湾的野心 习近平对此直言不讳 但他同样直言不讳的宣称 更倾向于通过非武力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伯恩斯表示 他不认为有关台湾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而中情局和整个美国情报界真正担心的是 他们相信习近平已指示解放军在2027年前做好成功犯台的准备 习近平的雄心虽不容低估 但伯恩斯也说 中共并非巨人 国内面临劳动力和人口老龄化的巨大挑战 又出于政治控制的原因 倾向支持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 伯恩斯另指出 中共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 并非两国声称的那样没有上限 他说 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俄罗斯一直非常有兴趣 从中共获得武器和弹药 但据他们所知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尚未向俄罗斯提供 而且习近平多次公开谈到 在乌克兰使用核武的威胁 中俄虽拥有重要伙伴关系 但至少到目前为止 不是一种没有上限的友谊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法律团队 4月12日向法国佛州南区地方法院 提起了30多页的联邦诉讼 起诉他的前律师科恩赔偿5亿美元 指控他违反了律师与客户的关系 不当得利等 科恩是将川普提出刑事指控的 迈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的明星证人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川普法律团队的诉状称 科恩散布关于川普的 可能令人尴尬或有害的谎言 并参与其他不当行为 从而违反了律师与客户关系 同时违反了他作为 雇佣条件签署的保密协议合同的条款 川普还指控科恩 怀着恶意和完全自私的目的 散布关于自己的谎言 诉讼详细描述了 科恩的无数公开声明 包括出版两本书 一个系列播客节目 和无数次在主流媒体上露面 声称近几个月来 科恩增加了非法行为的频率和敌意 并且似乎变得胆大妄为 并一再继续通过各种平台 对川普做出错误和虚假的陈述 一周前 川普在迈哈顿法院 对涉及伪造纽约商业记录的 34项重罪指控表示不认罪 这些指控与他在2016年 总统选举前支付的封口费有关 与此同时 一位与川普法律团队 关系密切的消险士表示 对科恩的起诉 与迈哈顿地方检察官的案件无关 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科恩于2018年承认 在2016年总统选举前 安排了成人电影女演员 丹尼尔斯和前花花公子模特 麦克·杜格尔的封口费 并承认其他联邦指控 但他坚持认为 是川普让他这么做的 此外 科恩还承认 向金融机构和国会 做出虚假陈述以及逃税 并被判处三年徒刑 美国财政部4月12日宣布 采取行动 进一步限制俄罗斯通过 促进者及其公司 接触国际金融体系 并进一步阻止俄罗斯 进口用于对乌克兰战争的 关键技术 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总共对20个司法管辖区的 25名个人和29个实体 进行制裁 其中包括中国的金派科技 香港有限公司 综合报道 美国财政部在12日的声明中说 在与英国的协调下 美国正在把目标对准 在多个司法管辖区 受到制裁的乌斯马诺夫的商业网络 乌斯马诺夫是俄罗斯最富有的 亿万富翁之一 也是普京总统的密友 他的业务涉及金属与采矿 通讯和信息技术 美国2022年3月对他进行制裁 除了美国以外 乌斯马诺夫也受到了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欧盟 日本 新西兰 瑞士 和英国的制裁 他驾驶近6亿美元的豪华游艇 在2022年被德国当局扣押 受到制裁的包括 乌斯马诺夫的顾问 在塞浦路斯的商业网络 与他和他的公司有关联的企业高管 他的继子等个人与实体 另外 金派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等 向俄罗斯提供可用于国防的物资 以及躲避制裁的企业 以及俄罗斯控制的 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等 国际投资银行也受到制裁 美国财政部说 金派科技是一家 共和国的供应商 为俄罗斯军工综合体的多个实体 包括专门为俄罗斯国防工业 采购外国物品的 知名国防工业制造企业 Radio Avetomatica提供服务 该公司在2022年3月3日 受到美国的制裁 金派科技提供的微电子产品 具有包括巡航导弹制导系统 在内的国防应用 好了 以上是本期 《万卫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T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感谢大家 欢迎订阅